去不成就去不成呗 又死不了人 男残大丈夫 这点缩缩都经不起 我提及的事都被他整眉眼了 要说挫折 我这才要挫折呢 这么严重啊 那怎么办啊 人呢 大局 现在正好有个机会 我想往作训可调 最好去找趟范叔叔 把我说出好话 范叔叔信任你 去做文科干嘛 去献救国呀 这你还不明白 我的理想是 当一名军事指挥官 你忘了 陈参谋 王参谋 我刚才去了那个欢送会现场 怎么没人啊 不开了 你怎么来了 我们编导派我来唱歌 不用唱了 欢送会取消了 那这样吧 反正欢送会取消了 反正欢送会也取消了 你们要不上我们宣传队 打会儿乒乓球 不了 我累了 先回去了 星期天的事 你可别忘了 陈参谋去吗 陈参谋去 方 Witch 我走了 大徐 詞大撒 朱派長 翻一個 好好吃 情緒這麼不好 還在想著 梁派長的事嗎 大姐 见到范叔叔了 他怎么说 你怎么就知道关心自己的事 我这几蛋哪有心思 那什么事啊 你说怎么办啊 梁排长这几蛋一直把自己关到屋里 他接受不了周围人对他的议论 这点事就趴下了 真不是爷们 就是 当初他整治别人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难过呀 就是 谁的 走 走 哎 我告诉你别忘了啊 给我站住啊 不是 又怎么了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 当然了 哥们儿 就这一事 拜托了 让我帮你也行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个办法 让梁排长心情好点 至少走出来 锤子 赶紧想个主意 哎 我想想 来一个 我想想 去打把 实弹射击 让他跟大虎好好较量较量 快打倒吧 我怕他输了 更伤到自尊 哎 这个主意好 人家梁排长枪法好得很 但我又说的肯定是你 报告 大局 请坐 请坐 哎 你这个大忙人 怎么有时间到叔叔这儿来了 啊 我来看看你 怎么样 你妈妈还好吗 嗯 好多了 吃了陈叔叔借给她的药 啊 谢谢你啊 半叔叔 都给我妈寄钱 应该的 表哥身体能好起来 大局 找叔叔什么事啊 半叔叔 您能不能透露一下 为什么不让梁排长去八三四一部队了 非这事啊 看来 你很关心这个梁亮啊 嗯 我们是战友 我看到这样 挺着急的 哦 你呀 跟你妈一个脾气 事情是这样的 需要人的首长 突然得了重病 住进了医院 选中的人呢 就只好留在原单位 不用去北京了 是这样啊 那不是梁排长自己的问题啊 他能有什么问题啊 他可是我们试得标兵 那组织上 为什么不把情况告诉他呢 他这几天真为这事犯刑事呢 我们也是刚接到通知 正准备告诉他呢 原来是这样啊 半叔叔 那没事我先走了 哎 大局 稍等一下 你这么关心别人 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了 上次你妈来信 还说这事了 怎么样 跟大虎出的不错吧 你不替大虎 差点把他给放了 嗯 范叔叔 我竟有事儿求您的 大虎 他想去做询科 您帮帮他吧 怎么样啊 范叔叔 行吗 大姐啊 你说要把大虎和梁亮放在一起比 啊 比方说啊 他们两个人 哪个去做询科更合适呢 嗯 大虎他一脑子的战术和军事史 但作风不如梁亮扎实 也不像梁亮那么能吃苦 嗯 不过 从感情上来说 我还是希望大虎睡的 这是他的梦想 好的大虎 你可以走了 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不过 你要相信组织会投善处理的 你听得我干吗 就这么多啊 嗯 范叔跟我说的话 我都已经原封不动学给你听了 把你和梁亮放在一块儿比 这是什么意思啊 范叔说这就是个比方 我看这不是比方 这是画里有画 半路杀出个程小金 他梁亮算什么呀 我当兵那会儿 我说的都是真的 刚刚大局从范叔叔那带出来的消息 我没夸大妻子 我说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 他不就是一个小牌长吗 你平时的自信都哪去了 进来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行就这样吧 我这有事还要处理呢 宋姐啊 请签字 进行进入的抗警诉 我说乔啊 我们家大虎的事 你们还得接着操心啊 没问题 就怕介绍不到 让大虎满意的 那你就多上上心呗 对了 刚才那个李静表现怎么样啊 李静 你看上他了 我是觉得那小姑娘啊 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有点瘦 也不知道他们家庭怎么样 我曾经看过他的简历 父亲是个大学教授 曾经爱过批斗 原来是个可怜的孩子啊 主任 主任 要不给你介绍介绍 我看算了吧 虽然没什么医学道理 但是一个女人 能长成像她那样的一副苦相 恐怕没福气 这个李静形象还不错 就是有点酸 酸 怎么酸呢 整天看那些烂七八糟的书 不是 你真不信这些了 他管你怎么了 他表明怎么了 他有我读的军事理论多吗 他有这样的思想吗 你还真让我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都真想跟他比一比 看看这个被八三四一部队选上的种子选手行 还是我行 这还不容易 挑明了你跟范副师长的关系不就完了 胜之不武 你抱当什么人了 病猫 我是老虎 知道吗 原来 我早想真靠服 但是现在 我谁也我也不靠 我陈大国要上 你要靠真本事 刘主 那万一又比输了呢 变索 妈 我大火 我跟你说啊 你不用找范叔叔了 从此我的事你别插手了 我自己努力 你别跟我怎么办了 你千万帮我了啊 就这样 陈子 设计的事联想了吗 这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好 进来 宋主任 这是会诊病例 是乔护长让我拿给您的 好 我马上看 小李 你等等 小李啊 简报上写你救战士的那篇文章啊 我看了 不错 你可给咱们医院呢 争了光了 挺好的 做一个年轻人 能有你这种思想境界啊 那是很值得欣慰的 不过呢 你在其他的方面 也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听说 你经常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 这可不好 不要因为这些细节 影响大家对你的看法啊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嗯 嗯